聊天跟諮商其實是 很多人就會說 諮商是不是去聊個天 答案是 聊天是雙方 那個人可能只會聽你情緒宣洩 你可能會覺得情緒得到一個改善 把生活想成屍 讓心靈更舒適 歡迎收看 Ariel聊心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Ariel 今天就來跟大家談一談 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遇到不如意的事 人家常講嘛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但是遇到不如意的事 我們又怎麼解決 有些人會跟親朋好友說 有些人跟家人跟重要他人講 但有些人會來諮商 找找他人生中的很多東西 這時候講到諮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諮商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先從聊天跟大家分享 應該就知道是什麼了 聊天跟諮商其實是 不一樣的 很多人就會說 諮商是不是去聊個天 答案是 不是 聊天是雙方 那個人可能只會聽你情緒宣洩 你可能會覺得情緒得到一個改善 你會覺得情緒得到一個改善嗎 不 那這樣雙向雙方在互聽的過程中啊 你不會得到任何有建設性的幫助 跟自我覺察 不一定會有 如果有算你運氣不錯 但機會是很少的 所以諮商師跟個案 我們會以當事者 我們會以他為主角 洞察他可能這樣的行為 背後可能是在尋找什麼啊 或是缺少什麼 去給他很多我們看到的東西 那甚至是會提出一些方向 所以諮商是有科學理論依據 有方向有目標 甚至是有具體改變 什麼樣的人需要諮商 應該是覺得 不自在的時候 不一定要等到真的很嚴重的心理疾病 才是可以進來的 那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精神科醫師跟諮商師的差別是什麼 精神科醫師他的專長 在開藥跟診斷上 諮商心理師的專長 在心理橫見跟心理誤談上 所以其實兩者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像我在診所的話 我會桌子兩者病據 對你來說是最有幫忙的 有一些人很抗拒不喜歡吃藥 他能愛到現在 簡直就是奇蹟 是我們的藥神奇吧 藥只不過是輔助 可是短時間在一定醫生的專業上 給你 質量的藥物 其實幫助你在諮商中 更舒服自在的 談你想談的跟改變 這兩個專業 其實有點像是合作的概念 諮商的資源 其實從社區啊 或是一些機構都有 有些學生可能他的經濟能力 還沒有到 可以足以負擔諮商的費用 在我們的大學裡面 其實都有 諮商心理師這個角色 所以其實可以先使用 學校有一些免費資源 你可以到輔導室去做預約 當然我記得有一些高中 好像也有諮商心理師 但不一定 那如果是一些社區民眾啊 我就會建議說 看你們社區裡面 可能有些人在機構 有些人在診所 有些在諮商所 這些都會有 心理諮商的服務 那你都可以去了解預約 或上網查詢 就是離你最近的資源 可能是哪裡 那有些人就會問說 欸如果我是三更半夜 我心情真的很差 差到我 現在覺得活著很累很難 怎麼辦 當然我們還是有一些 24小時的免費專線啊 不管是你打生命線1995 或是張老師1980 這些都是基本上 長時間可以讓你短暫尋求一個 支持的一個力量的地方 當然如果更去一步 如果情緒得到緩解之後 還是建議你有機會的話 可以進入諮商 去找找你最核心的關鍵問題 可能是哪一些 如果不方便出門的話呢 那也是可以試試看網路諮商 就大家如果在平台上搜尋這個東西啊 可能注意那個地方有沒有合法 再來就是有沒有專業的 行床心理師 智商心理師等等的 其實這樣也會讓自己 在做智商的時候 可以受到比較有專業的保障跟保護 這個就叫專業 智商這件事情是保密的 它跟聊天不一樣喔 除非你違反了一些保密 例外的約定 如果你有很明確的 想要結束生命的意念 或者是想要結束別人生命的狀況 除了這兩個 不要抵觸外 智商其實全程是保密的 跟聊天的非保密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算你是使用網路上的諮商 其實你也不用擔心 在我們的專業上是一直遵守的約定 怎麼選一個 諮商心理師 先從你的價值觀開始找 因為有些心理師可能你在網路上搜尋 會發現他們有一些部落格 都是一些寫文這樣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瀏覽一下 在他們的價值觀上 跟你有沒有共鳴的經驗 這可能是第一個啦 那再來有些人會從網路找評價 評價我會說參考就好的原因是因為 諮商本身就是一個屬於主觀的狀態 就是你覺得這個人不好 並不表示別人覺得他不好 那當然你覺得這個人好 別人不一定覺得他很好 換言之呢 就是我覺得你要找到真正你覺得自在的諮商師 那個不是好壞 像是你在找另一半 也沒有什麼好或不好嘛 那另一半就是因為跟你相處了自在 那當然諮商關係是屬於比較緊密又隱私 又保密的狀態下 其實這個人可能是要陪你一段時間的 所以當你覺得 看了他的樣子 他的一些價值觀 你就會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就可以先約第一次的初談 那初談之後 如果你覺得他相處會談的狀況 聊起來的時候你也覺得蠻自在的 你也蠻放心的跟他討論 那你就可以繼續 那當然如果你第一次跟他初談完之後 好像覺得有個距離感 那沒關係 你就可以再換下一個諮商師試試看 諮商的價格我會說很廣的原因是 就像我前面分享的大學 你可以用免費資源就先使用不用付費的資源 那當然 如果你到機構或社區或諮商所或診所 收費其實差異蠻大的 那當然還是要以你自在的諮商師為主 如果價錢你覺得可以接受 那我們就試試看 那如果試了好像不太OK 我們就再換可以接受的價錢 他的範圍其實可能從1000多 一直到五六千其實都有 好的 那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間諮商室喔 他大概是以黃暖色調咖啡色系為主的諮商室 那諮商室其實都會本身就會用比較溫暖跟安全隱私的 內在色彩來呈現 後面這一些 他是砂油治療裡面一些砂油的物件 那什麼是砂油治療 就是他是以融格理論為基礎的一個治療方法 你治療裡面除了一些會談的語言非語言 其實包含夢的分析 還有更經典的就是現在這些砂油物件 他的目的就是讓我們當事者來到這間諮商室裡面 他可以透過一個比較三度空間的方式 把他自己內心世界裡面所想像到的東西 在他自由安全的狀況下去選取 然後放進沙翔裡面 那就可以去創作他內在感受到的世界是什麼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有創造力 然後介於語言跟非語言之間的一個溝通橋樑 他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在我們的認知情緒行為上 去做一些推演跟改變 當我們在治療中去使用這些物件呈現的時候 其實是在幫我們內外在達到一致的狀況下 那當這些治療有進展的時候 沙箱裡面的這些砂油 其實他就會有不同的互動方式 這些物件跟著改變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行為也就會跟著調整跟改變 跟大家介紹一下之間諮商室的空間 他的顏色是非常灰 比較偏向一點點霧霧的狀態 那他的設計帶一個比較 內在隱私覺察的部分 所以當你看到這樣的狀態 你應該會感覺到整個人是空的狀態 不要有太多的干擾物去影響到我們的思緒 反而到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比較容易靜下來想你現在最重要的事 所以這一間其實也非常適合拿來做催眠治療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內在 自己一些價值觀和深信的信念去做 鬆動跟調整甚至是改變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其實我們在執行間會比較容易 最後就給大家一些建議 其實我們都會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去吃一些營養品 或是走出去去運動 那其實我覺得心理健康啊 雖然它是一個看不見的東西 但是它會反映在你日常的情緒狀態裡面 就不管是你今天舒服或不舒服 其實你的內在都會有聲音在告訴你的 但我覺得諮商其實就像是一個 建新房的概念 不會注意到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喔 所以會跟大家最後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意識到內心的自在度沒有很高的話 那你就不妨來諮商一下 找找看自己內在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自己蠻喜歡蘇格拉迪的一句話喔 他說不經反省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 對我來說就是其實不斷的覺察跟反思 還有去調整我人生喜歡的樣子 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 諮商其實是可以幫助你探索跟成長的 平常啊我們生活中多多少少會遇到一些 不是那麼順心開心的事 就是人生如常嘛 就是你也知道十之八九都是不太如意 嗯那可是呢遇到這種不如意的事 我們會怎麼處理 OK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剛剛在講諮商是諮商心理師 那精神科醫師 欸他們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欸他們兩個完全不一樣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